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求大家为了一切众生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发了这样的殊胜菩提心之后 今天我们所讲的法分为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跟大家简单地交谈一下交流一下 第二个就讲一下今天跟大家念一个 七句七道文的上师与其传承 本来是今天我们信心休息开始 但是这几天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的话好像我们在外面听课的很多道友 通过电话来接受传承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之后我想再过两天什么时候来网 我们这边的网已经好了以后再给大家讲 到时候讲课之间讲什么课呢 讲课的内容一个是《大圆满信息休息》 这个前三篇我们上个学期 也就是说第一年的时候都已经讲完了 下一节课开始我们准备讲第四篇开始 还有今年有一个要求准备讲《经庄严论》 《经庄严论》也是下个礼拜讲 每个礼拜当中星期一和星期四讲信心休息 跟以前一样的 然后星期二和星期五准备讲《经庄严论》 但是这几天我们这边各方面到时候再过几天 给大家通知通知之后再进行上课 这个是外面的有些道友听的话 也是通过网络听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中间大家休息了两个月吧 我那天记得我从学院下去的时候1月10号 今天是3月10号刚好两个月 当然我们上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可能是在之前讲的 这样的话很多道友这次放假期间有些人觉得特别好 然后到今天为止有些还没有回来 我们这边上课的人因为他特别贪着时间 觉得大城市也好外面的这种色色香味觉得特别好享受 因此好像已经两个月都是还没有享受完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出家人有些刚刚到 有些是听说明天还有一车后天还有一车 这样的他们算是享受世间妙语比较特别贪着的一部分吧 还有一部分非常贪着一直不上来也有这种情况 同样的我们的居室当中这次放假期间有些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没有约束不用天天上课现在一上课之后觉得可能有压力了 当然极个别的一些人可能确实在人生当中学习和闻思非常重要 而且这样闻思的机会有多长时间也非常难受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欢喜永远地听受 那么这样我在这里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一个是我的课程安排 基本上讲这两部论典还有有空的时候星期五 星期六 一般来讲星期天都是不上课的其他的话都尽量地讲课 但是具体现在没有定下来大多数的时间 像在学院当中也可能待还有大多数的时间 我今年有大多数的两个时间 大多数的时间也可能外面的城市里面去一些大学 去一些企业 去一些监狱等等我出去的主要方向基本上固定 要么知识分子的一些大学群体当中也愿意交流 包括佛法和非佛教的有些世间传统的文化 包括诗学 医术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 凡是我能掌握的我在学校里面不仅仅是讲佛法 我的要求只是我穿着出家的衣服 其他我就都用各种思想跟他们可以 只要我所懂得就可以交流 第二个是在企业当中也基本上通过佛法来交流 然后还有一个在监狱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也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我也愿意交流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新的一年开头的时候跟大家也这样说明一下 然后我们学院当中明天后天吧 金刚相谋主各个道友应该真实地讲五部大论 包括讲密宗 前行等等 诸如此类的所有各个课里面的教言正在开始 包括我们全学院的男众和女众这几天都是在开学 大家也知道我们教课的看部门这几天 男众和女众当中都在纷纷地分班 然后就开始在讲课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尤其是金刚相谋主的道友当中希望现在应该心收回来 现在可能在过年期间也好 我们放假期间很多人都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可能心毕竟是比较散乱 也许你们顶礼比较不错比较淡定不会散乱的 但是像我这样出去以后好像心确实有点不在状态 虽然我比较经典和论典可以说几乎没有离开 一天当中大多数的时间在经论当中没有放逸 也没有到处乱跑但是我也是状态当中好像觉得 真正是每天都有闻思修行才是人生是有意义的 所以回到学院之后感觉进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然后我想我们学院里面的有些道友也好 我们其他外面的法会 中心 还有学会 寺院 这些里面学佛的道友这几千可能是心有点散乱 那希望你们现在我们一个人有多少个意念大家都知道 那今年的这个意念就开始了过几天我们正式上课 这个之前大家应该心里好好地调整一下心情 之后我们应该很认真地去闻思修行 这样我们学院各个堪布堪木 相关的这些法师 我也是前天刚到从昨天上午下午一直到今天上午 也给他们开了不少次很多会议我们的管理 学习 以及在很多方面做了一些交流和沟通 希望我们在座学院里面的道友们如果你是佛学院常住的这些出家人和在家人 那你应该按照学院的相关规定和制度 然后如理如法地闻思修行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学院里面带着也是没有用的 在这里并不是女友观光的地方 这里也并不是搞商业的地方 这里是闻思修行和弘法利生这样的一个场所 我听说我们学院当中有个别的堪布 堪木 好像堪木应该基本上都到了 有些堪布也好 还有一些辅导员 还有我所了解的有一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 没有来的话学院应该相应地处理该处理的应该处理 而且我们现在学院当中不管是堪布也好 还有什么样的身份这个都不重要 作为佛教徒一方面违背了因果和学院里面住的条件不具足的人 也应该值得离开的还有一部分不长期闻思修行 心不在修学佛法上面甚至有些行为也不如法非常过分的 各种各样的行为我觉得在学院当中没有必要住下去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外面所管理的一些佛教小组团体 中心 学会这些当中像这些有些整天都是搞一些是非 讲一些是非每天都是没有很好的闻思修行 在人群当中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 随时都是有可能的爆炸的这样的人我是不愿意住在学佛团体当中 其实没有人也无所谓的这个地方很清净的有的话 在座的这些道友是清净的 纯洁的这个很重要的 有些班级也好 学会当中我们去年也是有过一些正盾 那么今年的话不管是上下都应该是可以老虎也好 苍蝇也好 都应该不管是什么堪布堪墨也好 什么样的人只要违背了一些真理违背了一些因果 我觉得在学院也是没有必要 学院人越来越多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极个别特别清净的闻思修行的 那么愿意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团体无论是在城市里面也好 学院当中也好很愿意看到有这么一个人 这些人哪怕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我刚开始06年的时候当时通过网络弘法的时候 哪怕是有二十个人这些人也应该是很清净的 这次我放假期间也是好的方面也听得有部分 弘法律生各方面还比较不错的正知正见的也一部分 但是不好的方面我们佛教徒搞的不好的方面听得比较多 一个是藏传佛教的有些是以藏传佛教的名义来欺骗别人的 汉族人当中也有藏族人当中也是有其他民族和国家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听得比较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我们自己不在状态当中 包括有些发行人员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交代清清楚楚的 不能关机 应该随时联系有很多方面的要求 但是到了以后人根本不像人了 我们人说的话根本没有记在心里面 像这样的一些人说实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有点生起厌烦心 说实在我遇到的几个发行人员有些还没有处理 有些已经处理了 本来是今天刚开始的第一天当中说这些 我也比较忌讳的但是我好像在学院当中最近也是看到的 有些状况好像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事情越来越复杂然后管理人员越来越少 然后没有管理的这些佛教团体特别糟糕 说实话佛教徒现在有些方面还算是可以的 他们如理如法地在学 但有些方面一个小小的问题也是小题大做 然后催毛求疵最后弄得什么都比一般没有学过宗教的 没有学过佛法的人还不如他们的 说实在 所以说看到有些佛教徒的这种行为非常不如法的时候 我都有时候确实也是生起很大的厌厉心 因此今天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各个班当中希望大家真正认认真正的 学习佛法的人你们进入班 其他的没有必要在佛学院这边一直在这里 有些僧子可能会有一些欺骗别人的人 现在我们学院越来越大 然后网络越来越方便 现在通过各种方式来骗人的越来越多在大城市里面 所以有些在汉地城市里面可能没办法 欺骗别人的手段使用起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到了学院当中来穿着出家人衣服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管理人员应该各方面要精神提高警惕 尤其是一些堪布堪木法师们对各个班的惯例 就是我们对这个学院里面的 如果他是长期住在学院的话 那像住在学院一样的 如果不是学院的人 我希望这个学院当中没有必要 也没有什么瓦尔特在这里面就转贪嗔 一百遍你就自己背着你的包就走了 我们还是后面特别随喜功德 这是我讲的一个层面的内容 还有一个我们今年闻思修行 闻思班就不用讲了 然后修行我昨天刚上来的时候也给他们讲了 我们基本上这几天安排了 可能法师们开班的时候各个班里面会说的 我们今年开始学院这边本来是有闻思班 还有实修班 精修班这些事 但是还有增加一个一年闭关 一年一直不出来闭关的 但这种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一年当中大概是三月份开始三月二十号左右吧 一直闭关到今年冬天放假为止 那么一个月当中只出来一次 原来我们这边有的 然后书记的话只能用一次一个月当中 除此之外 除了听课以外的这些都不能使用的 而且学院这边闻思过五年以上的基础人 还有我们今年发行的这些人员 因为发行还没有圆满不能间断也不能去闭关 如果特别像的话明年以后我们可以申请 那这样的话这种人到时候当然这个是考虑好 我们每次都是说一个哇 大家都开始 然后过一段时间不要闭关一年 闭关一天都是坐不住的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的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通过实修 修行 包括前行也好或者真心也好 有些修行也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有些上了四十岁以上的可能好一点 太年轻了我不建议闭关不然 有些人没有闻思的基础闭关很有危险性的 因此闭关闭关 以前我看到过一个闭关的没有闻思基础的 后来过了一个月以后一看到眼睛全部是红红的 然后看到我都是一直盯着我就非常害怕 我不敢过路 往后面 后来我就想没有闻思基础的人闭关有点危险 所以大多数人希望好好地闻思 然后个别人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今天也是我们今年的分官历史会的法师当中 他们也在积极地发信吧 希望总的来讲应该官吏需要的 如果没有官吏的话确实包括我们这边的堪布也好 法师也好我不管怎么样讲经都是不是很赞同和随喜的 本来讲经说法是非常随喜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学院这样的管理没有人管理 光是你在这里享用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所以希望你们法师们也应该的 光是讲一个经的话对你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确实对整个佛学院也好 对法王的道场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我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谁 因此希望你们堪布堪墨的话 应该是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是法王如意宝的道场 那这样的话 具体是这样的道场它是自然形成的 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嘛 现在法王实现上已经圆寂了 这是我们人造的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管理 如果这个没有管理的话我自己认为 我刚才都是在说我出去两个月 我这几天回来的时候需要弥博很多很多的管理 我刚才给一个坎布我给他这么说 我说我们金刚项目中如果我不在一年的话 可能他们都不在了他们都散了 也许可能有一些人 但是这些人也是诸徒无漏的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管理确实是我认为是比较重要 也许你们现在不认为是那么重要 但是一旦我到一定的时候 或者我们重要的一些管理人员没有的时候 你们也许可能会这个时候发现 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大家管理的话都有上上下下的 比如说一个小管家也好小辅导员也好 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一种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说的一件事情还有我看 刚才想说什么一个字但是我自己都看不清楚 今天总的来讲还是缘起比较好啊 我待会儿念一个七句七道文的上师瑜伽的传承 但这个之前说一个简单的开始本来是没有安排的 但看能不能英文翻译一下 可以吗 过来一下吗 没事 我这边他可能不行你过来一下吗 等会儿安排一下这个 今天翻译不好的话不管 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但是我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些阿弥陀佛啊 今天我们说的不多 这个不用翻译啊 说什么 我也好像没有什么翻译的 好 那下面可以翻译啊 阿阿 要不要翻译 嗯 这样的这几天我们拉荣佛学院就开法会 开法会的主要内容是莲花生大师的七句祈祷文 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七句祈祷文实际上非常重要 所以这次在南云堡 我们正在晚的专业 我们是在喇业 的几天 我们正在一起大师的语言 在大师的七句祈祭的语言 我们一起大师的语言 我们一起大师语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 因为祈祷格鲁仁波切很重要 格鲁仁波切是藏语 你们不要认识 因为一般英文当中翻译的时候都是用格鲁仁波切 格鲁是梵语 它是印度语 仁波切是珍宝的意思 梵花生经常在藏地称为格鲁仁波切 意思就是上师如意宝的意思 所以一般梵花生大师的一个转用者 祈祷梵花生大师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祈祷梵花生大师的人 他会证悟如虚空般的自己的信心 所以仁波切说 这是一个主要是神达 他可以带你去认识 所以这就是为了我们想祈祷格鲁仁波切 Because he has the ability to lead you to reach the enlightenment 我本人 我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也算是来到这个世界能会说妈妈 或者说话开始念 《嗡玛尼巴美红观音菩萨的行咒》 《嗡阿红巴仁格尔巴玛斯德红莲花生大师的行咒》 所以从小就依靠仪仗这两个咒语吧 然后到现在吧 五十多年吧 我可能不知道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念 凡是我应该在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语言呢 从小都是这两个咒语 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Ribu Chae sai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so he relied all these two matters in his life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念《梁花生大师行咒》 而母亲特别喜欢念《观音行咒》 所以我自己觉得一方面我当时的生活在藏地比较贫困 还有各方面没有开放的一个社会当中 但另一方面从家庭的教育对《梁花生大师》是非常有言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我第一个传《梁花生大师法》的老师不懂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一个父亲 就是他是我第一个老师 Ribu Chae said in his memory his father he likes to recite the mantra of Palmasababa and his mother she likes to recite the money mantra Ribu Chae said although in those years that in Tibetan areas their living condition is not so good and they are staying in a kind of a remote area but his family education is so important to him and need to help him to learn about this mantra so even his father he doesn't know how to write but his father is Ribu Chae's first teacher who taught him to recite the mantra of Palmasababa 当然后来这种信心越来越一直没有退化 一直没有减少一直遇到了很多的金刚上师 尤其是上师如意宝叫做什么 就是《卧尔金与之软精明酸》也就是说 莲花生大师的《华生精明喷说》有这个手机吧 就这样的话后来真正的了解莲莲花生大师的这些教义 就是在人生当中有幸得到 and when he grew up and later Ribu Chae met many precious masters and especially Ribu Chae met his hominist Jimnipeng Chau Ribu Chae as said his hominist Jimnipeng Chau Ribu Chae was the reincarnation or emanation of Guru Ribu Chae so through these precious teachings Ribu Chae said he finally received the very ultimate teaching of Guru Ribu Chae 你们在座的和今晚上的听众不一定对莲花生都有信心 大多数我相信应该有 我以前也是讲过七句祈祷文的功德 也就几少数不一定有信仰 当然这个是对其他宗教也好 对包括释迦牟尼佛也好 我们每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都不相同的 因此这一世完全是自由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通达自己的信心的话 祈祷梁皇僧大师和跟自己的传承上师无二无别 在这样的尊者面前祈祷的话 可能他的效率 效果非常非常好的 这应该长期自己也是祈祷的一种提炼吧 今天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祈祷梁皇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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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说 有所谓的信心 或者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每个人都有自由 to choose to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or not or and you can see that we have all everyone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a religion bu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realizing our nature of mind and to this leve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ay Guru Bo Chie and also the other masters who have no difference from Guru Rinpoche 今天本来是我们讲信心修学 但是因为今天在这边的网络不好 所以没有讲 但是我们念七句祈祷文的传承 那么我看到也有很多通过英文来接受传承的 接受佛法意义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缘起的开端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今天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 不同肤色的人还有不同性格的人 还有不同不同的人等等等 这样也特别感谢你们缘起迹象 So today originally we called the plan Rinpoche said he called the plan to give teachings of a rest in mind but due to some problem in our network, the internet doesn't work so we have some changes and Rinpoche will giv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7-Eis of a larger prayer and Rinpoche said he saw, he see that there's many different listeners who speaks English and also Chinese and also like for all of us here we have different religion beliefs and different color or even we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s but nevertheless, Rinpoche appreciated all of us being here and he said this is a very auspicious connection to all of you tonight 哦 这个不用翻译了 下面就说 刚才也讲了 学院当中什么时候上课呢 过一段时间用法师来下个礼拜一之前没有课 然后外面的道友也是什么时候上课应该前一天当中 你们经常在网上星期一之前没有下个星期一之前没有 然后下个星期天开始你们就自己留意一下 然后我就提前大概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前吧 然后网上给大家说什么时候开始讲大圆满心情休息 所以我们暂时今天我就念一个传唱 然后大家一起回向念普贤心愿品 今天可能听课因为通过电话和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大家听课 学院当中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他的一些道友可能比较费劲 但是一定要为了修行要开心大家 不管是遇到什么都要开心 还有一个我们念普贤心愿品的时候也好好地回向 我们所有的善根应该好好地回向老母有情天下所有的众生 其他的话我想今晚上应该没有很多的事情 我念七句七道文上师瑜伽的传承 我念七道文上师瑜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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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三道文上师瑜伽的传承 我们所有者都在了国内 而大家都在道上跟没关系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贱人不议宝贵很倘,不议人在说什么呢 来习惯他们的名字,很子им的 我愛你,我不认为我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你爱你的 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自己的 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就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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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有空的时候应该好好地自己念诵 然后念诵之后主要他的后面也讲了 就是上师的心和自己的心融入一体 然后安住在无上大圆满的境界当中念啊啊啊啊啊这样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刚才没有看法本但是今天我说我们学院呢 祈祷联花生大师祈祷祈祷文呢很多人可能目的就搞错了 就是认为我是不是出现违缘啊怎么啊就好像不是这样的 要认识心的本性祈祷联花生大师我是这样认为的 也许可能你们的观点不同 啊啊 when we uh when we practicing 啊啊这这啊啊这是这一个身体力 Club other you uh it helps you uh to uh uh to stay with uh with uh with your uh guru or with uh guru人姊 diligence and abide in a perfect station we can see that it's the great perfect station of Zhou Chen and finally Ren Bo Chie said most people may get a wrong idea when we pre-grouder Ren Bo Chie they thought that maybe we have some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dispel some obstacles but it is not the case the case is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re-grouder Ren Bo Chie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nature of mind this is the key point 我刚才说了 我是从小对年华生大师有非常大的信心 昨天我回来的路上 然后我就看见 很多我以前小的时候放牦牛的那些地方 这个时候我想 我在那个时候很小很小 但是经常在山顶上拿着一个念珠祈祷联花生大师 昨天我回来的路上我有很多的感想 当然我也会生生世世发愿不离开上师莲花生大师和他的大圆满的法 乃至在轮回当中永远都不要离开 我自己是这样生生世世发愿的 我希望你们也应该生生世世发愿不离莲花生大师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密发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散步离当中有念珠祈祷联花生大师 时他说这些时他一直在习祷联花生大师 他一直在习惯你 通过梁成统花生大师 前两年随和大师 前几一月 从那时 the story of his earlier age and he himself make aspirations that for all of all his life life after life he won't be apart from Guru Rinpoche and won't be apart from the teaching of Guru Rinpoche because they are so precious and similarly Rinpoche encouraged every one of us to make the same aspiration that we stay with Guru Rinpoche and his teaching from life to life till we have a break of break free from the samsara until then we we actually we stay with Guru Rinpoche ultimately and also last winter when Rinpoche gave teachings of some Vajrayana of a Vajrayana teaching and he mentioned do not be apart from the as a group from apart to not apart from Guru Rinpoche and Jochen dharma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other one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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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rma practitioner protector and so similarly he said that he hope all of us to make such aspirations just like him 我看见那个因为这个是我临时 刚才不知道没有网所以布莱斯讲 行行修修吧 这个不是我可以 这个什么 念试修法的翻译呢 我以前翻译过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翻译的 但结果我刚才一看那个 麦帕仁波切他也是这样说的 发愿生生世世作莲花生大师 就是漏夫人形态以外科书在祢海当中出现的 智慧海里面出现的意思就是说 梦彭仁波切也是生生世世地发愿成为梁花生大师的弟子 所以接下来之后我们还没有回想之前 每个人今晚我们听课的人只要有兴趣的话 都发愿生生世世成为梁花生大师的弟子 一遍这样想一遍我们念三遍 待会儿七句祈祷文 仁波切说他证明了这词词 的狗狗仁波切 他不记得当时词词 但今天他只是看到 在最后的词词 和梁花生大师也说他也说他能够做的优优 的优优或是优优或是优优 的狗狗仁波切说 所以那是同样的狗仁波切说 每个人的优优 都必须做这种优优 所以我们需要做优优 做优优 所以我们可以词词 我们将词词 从生命中生成为梁花生大师 从生命中生成为梁花生大师 所以我们将词词词 我们将词词词 我们将词词词词 可以装着念 以前我参加其他宗教的会议 他们念诵的祈祷文很简单 他们合掌在念 我好像生不起信心 我也合掌念念的时候 我看看旁边的人都闭着眼睛 然后我也闭着眼睛念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仁波切说 所以有些人 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 如果你们没有信心 或者信心 你们可以选择我们 或者选择我们 或者选择我们 因为仁波切说 很多经历的经历 but he is also prejudiced to do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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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晚上我这边没有解答 因为我刚刚上来还有好多事情 然后过两天上完课之后 我们可以有什么事情慢慢来 有一些需要吝啬走的 有些一直等着的这些 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传了法 算是如果有加持的话你已经得到了 其他的加持方法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 虽然我有时候是用手本来加持 手本来加持主要是通过传法来更更快的 所以今天完了以后就没有解答跟大家说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